在生肖传说中 龙象征着威严 力量和智慧 属龙的人亦被赋予了这些特质 他们如龙腾云海 气势磅礴 在人生的道路上总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然而 若属龙人恰巧出生于某些特定的月份 他们的命运更是如同得到了上天的庇佑 能够一生少灾少难 享福不尽 那么 到底是哪三个月出生的属龙人如此幸运呢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同探寻他们一生的幸福与安康 属龙人出生在这三个月最好 一 正月新春 福星高照 正月 新年的第一个月 万象更新 福星高照 属龙人若生于这个月份 仿佛自带一股新春的喜气 一生都沐浴在福星的照耀下 他们天生聪颖过人 才华横溢 无论是学业还是事业 都能轻松取得优异的成绩 正月出生的属龙人 还具备出色的领导能力和人格魅力 总能吸引众人的目光和尊敬 他们的一生中 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 都能顺利发展 福运亨通 二 五月花开 富贵荣华 五月 春末夏初 花开满园 富贵荣华 属龙人若生于这个月份 如同盛开的花朵一般 富贵荣华自来 他们天生具备强烈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 能够在事业上不断取得突破和成功 五月出生的属龙人 还善于理财和投资 总能把握住财富的机会 让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值 他们的一生中 无论是财富还是地位 都能达到令人羡慕的高度 三 八月经秋 福泽深厚 八月 经秋时节 树果雷雷 福泽深厚 属龙人若生于这个月份 仿佛得到了上天的特别眷顾 一生都能享受到福泽的恩泽 他们天生具备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决心 能够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保持冷静和坚定 八月出生的属龙人 还具备深厚的智慧和洞察力 能够看穿事物的本质和真相 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和选择 他们的一生中 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 都能取得圆满的成功和幸福 正月 五月和八月出生的属龙人 因其独特的性格和运势 能够在一生中少灾少难 享福不尽 然而 我们也要明白 命运并非完全由生效和出生月份决定 个人的努力和选择同样重要 因此 无论我们出生于何时何地 都应该积极面对生活 努力奋斗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成功 属龙人的贵人是谁 一 属鼠人 二者间从命理方面分析是相合的关系 只要遇到了 相处起来就会特别的理想 属龙人在工作或创业期间 遇到属鼠人 会得到对方的助力 属鼠人性格细腻 为人勤劳 会努力做到最好 处理琐碎的事物时 更是得心应手 细节决定成败 属鼠人在细节方面的把控 不知不觉间会影响到属龙人 让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中都获得好处 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二 属蛇人 属蛇人聪明睿智 坐视冷静 拥有长远的大具观 属龙人虽然热情 但性格脾气比较冲动 容易口不择言地得罪他人 在对方的影响下 所有人会变得内敛起来 坐视愈发稳重一些 人际关系很和谐 属蛇人会成为属龙人事业 和财运方面的贵人 在创业期间会得到很多的帮助 能够突破人脉关系 在迷茫时也能够指点迷惊 寻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三 属羊人 属羊人个性温和 为人亲切 坐视稳重 无论工作能力 还是为人处事方面都特别的周到 属龙人遇见属羊人必定会受益匪浅 能够获得长进 财运越来越好 性格也会发生改变 整个人变得成熟稳重一些 负有责任 心理担当 会独当一面 在外人眼里的口碑会有明显的提升 属羊人能够帮助属龙人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心理和物质方面都会受益颇丰 四 属鸡人 属龙人与属羊人一样 性格沉稳 对于金钱有很强大的欲望 知道只有耕耘才能够收获 所以在赚钱方面表现胆态欣喜 不会畏手畏脚 双方都敢于创新和挑战 在事业上 属羊人与属龙人相比 更加沉稳一些 能够为属龙人带来很多的启发 属羊人与手中人成为合作伙伴 会有好的发展 属羊人的助力下 属龙人的 事业会有明显的提升 会做到相互鼓励与帮助 无畏艰险的精神会让属龙人受益匪 属猴人 属猴人有着许多的优点 是比较受属龙人的赏识 他们的性格乐观开朗 属龙人虽然在事业上极其有野心 但是他们有的时候思维是过于强势的 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是容易大受打击的 会导致事业受到挫折 属猴是一个乐天派 善于自我安慰 当属龙人受到打击的时候 属猴人会成为他们的后盾 帮助属龙人消除负面情绪 属龙的带什么防晓人最好 一 佩戴孔雀石 属龙人佩戴孔雀石能够望运 孔雀石是一种极为精致的浴石 颜色像孔雀的羽毛一样 孔雀石呈绿色 绿色也是属龙人的幸运颜色 在孔雀石的助力下 使用人的心态会变得平稳起来 面对人际交往关系时 也能淡定的去面对 长期佩戴 财运也会有好的呈现 自主创业的属龙人生意能够越来越红火 每天裁员广进 在人际交往关系方面 也能够避免小人所影响 二 佩戴皮修 属龙人想要远离小人 也可以选择佩戴皮修 属龙人的彰显能力强 但会有破财情况存在 可能会冲动消费 没有节制 不良的消费习惯 会给自己的财运带来影响 皮修意味着只进不出 常常佩戴会帮助属龙人守住手中的财富 皮修的气场强大 能够稳定气场 让他们保持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气场 就能够打击小人 三 佩戴黄金戒指 属龙人想要远离小人 可以选择佩戴黄金戒指 黄金代表着财富 也是金钱和权力的象征 长期佩戴会让使用人命的资金乐观一些 对于钱的掌控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会避免破财 黄金也会让属龙人变得更有魄力 有威严 给人一种强势逼人的感觉 这样的转变能够让小人远离 不会给自己发展带来严重的困扰 佩戴饰品千万不要转借给他人 否则会导致运势变差 四 佩戴紫坦手串 属龙人想要转运 可以选择佩戴紫坦手串 属龙人日常生活中会导致被小人所做坏 让生活和工作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一面 甚至会深陷胡伦 所以佩戴紫坦手串能够远离小人 维持清新的头脑 防止与人产生矛盾 五 佩戴五弟同钱 属龙的朋友性格比较耿直 有时候太过于冲动 说话做事经常不经过大脑 常常会得罪他人 引来小人 所以在本命年到来的前一年 建议大家可以佩戴五弟同钱 则可以起到驱赶小人 化解矛盾 远离口舌是非和无望之灾的作用 六 佩戴香盒的生肖鼠香饰品 佩戴香盒的生肖鼠香饰品 比如生肖鸡 生肖猴 生肖鼠相关的造型的吊坠 可起到防小人 保平安 促进事业和财运的作用 对于家庭不活目 夫妻感情差的朋友 还可起到化解矛盾 促进亲密关系的效果 七 佩戴红绳 生肖龙的五行属土 而红色的五行属火 当活土相生的时候 便可以促进鼠龙人自身的发展 集兆堂的红绳 是用上等的红线精心编制而成 款式多样 可以快速化解鼠龙人本命年中 遇到的各种不顺心的事情和霉运 在短时间内提升自身的运势 做任何事情都日遇得水 可以轻松躲过犯太岁带来的危害 还能够避免小人保佑自身平安 具有消灾解难 望运转运和化解太岁的功效 运势分析 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有无限的高度 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 一切皆有可能 所谓的失败只是暂时没有成功 所谓的泪水只是在洗涤你的伤痛 让你更清醒的看清世界 读懂人生 所谓的逆境只是黎明前的一片黑暗 一切为了人生的后继勃发 曙光就在不远处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